女人白嫩的手突然变成了一把线弹枪 随后往里面装入几发子弹 她即将要暗杀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富豪巴菲特 警方接到消息说 有一伙来自东南亚的黑社会来到了日本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报复 帮他们亏了钱的投资公司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他们潜藏的位置 准备发起逮捕 黑社会们打开门的一瞬间 就被两个警察控制住 可是还有一个人却躲了起来没被发现 他抄起一旁的线弹枪 警员给他们的电子脑装上电子手铐完成逮捕 正逮捕到一个壮汉的时候 他突然把自己的一只掏出来进行抵抗 警员也全身装满了一体一拳 便把他的头打了下来 事后他们回到警局 对案件进行分析 根据消息他们本是要袭击某个投资公司 可现在却搜到的却是投资家巴菲特的个人信息 就在这时东南亚的安全部长打了视频电话过来 他说这帮黑社会的人似乎雇佣了一个杀手 这引起了警局的注意 黑社会的刺杀目标很有可能就是巴菲特 为了保护巴菲特的安全 他们立马就开始向巴菲特的豪宅出发 不久后他们就根据银行的转账记录确定了杀手 这是黑社会的一个战斗行业铁人 不久后警员巴特已经从后方偷偷溜入了巴菲特的豪宅 这里的车库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车 可他一转头却发现一只机器看门狗盯上了自己 他考虑了许久又再次从屋顶上跳了下来 一群狗狗持续地对他进行追击 队友正好经过便问是怎么回事 结果这些机器狗竟然显得很喜欢他的样子 原来是他入侵了机器狗的电子脑 让自己在他们眼中显示出主人的样子 警长素子则直接开车来到别墅正门 打开门后便遇到了服务型机器人询问他有什么事 素子以检查电脑的借口成功蒙愤过关 随后来到办公室开始读取这个别墅的内部信息 这时却突然被机器人发现了 此时那位被不拥的女杀手已经来到了巴菲特睡觉的房间了 墙上还在显示着股票市场的行情 而房间的周边则堆满了他最喜欢的金砖 用金杉来形容也毫不微博 见到机器人直接便杀掉 杀手给枪支上膛 准备蹦了还在睡觉的巴菲特 可下一秒却听到素子在后面 让他赶紧放下枪投降 他二话不说对着门口射了一枪 没有直接击中便失去机会 原来全身都是一体的素子使用了隐身技能 队员来到后给他装上电子手铐便完成了戴骨 发生了这么激烈的打斗巴菲特都还没被吵醒 素子上去查看竟发现他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 而一旁的电脑上却还在执行着量化投资程序 在他死后又赚了几十个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